大家好 我是圆圆 2019年新年快乐 那新的一年大家有什么愿望吗? 我有一件事情 我不只是逃避 我还刻意隐瞒 所以今年我决定要正视它面对它了 那就是 我越来越向后退的发际线 这些发际线空的地方 平时化妆还能请化妆师用眼影把它填一填空的 但是日常生活该怎么办? 我的节目答案就告诉我 有个地方或许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呢 嗨 你好 怎么可以帮你 就发际线后退的事情 有办法解决吗? 我先安排跟你做一个扫线 好 我先去做检查 如果你没有在顾你的发线 这边会往后退 因为刚才这个是你刚才注重的嘛 如果更严重的话就会形成一个M 这样子往上里 好逼多 所以你要先找出问题根源才可以解决啊 现在就要检查看头皮的情况啊 是的 这边就要检查看头发线 这边就要检查看头发线 天哪 为什么每天洗头 还是有很多地方堵塞 堵塞就是中饭生不出来 怎么办 因为洗头只是洗我们的表皮 对 而且你洗的线片很重要 因为有可能你洗的线片 不在洗额里 而等着你皮肤化 这个茶也是人生茶 所以这个是你前面的照片 很可怕 这个是你后面就要做 不过你皮肤是比较干净 然后没什么皮肤 这样子看 真的是分别还蛮大的 所以改善还蛮多 可是这样子一次就够嘛 也是一次啦 你可以看到一次的效果啦 但是这个是可以 然后在家里也是要 需要配合一些巧克力去用 哦 这个是送给我的吗 这个是送给你的啊 哦 哦 哦 所以这是要在家里用的 对 这边有的是 有的是一个shampoo 然后一个ponition 然后还有一个lotion 这个都是给头皮用的 嗯 为了确保顾问赤上的理念呢 云南建话在每一位顾客 获得护理之后 都会发送这一个sms的链接 就是让大家给一个最及时的反馈 到底刚才我应该给Ivisia Love Love呢 还是其他的反馈呢 那云南建话的管理层告诉我们 其实每一次收到反馈之后 他们都会开档 并且确保问题解决 他们才可以close file的 赶快提供你们的意见 有你们的反馈 他们才能够做得更好咯 因为我们什么时候都在这边 我们虽然有信息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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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